臉書個資遭到五千萬用戶被盜 引起一片哗然 專家就發現原來大家平常愛玩的 心理測驗遊戲居然是罪魁禍首之一 打開心理測驗網頁 裡面的小遊戲琳瑯滿目 想要測試一下自己2018年運勢好不好 但小心這一步讓你的個資被盜 比如說你的照片 或者朋友清單等等 這是所謂的公開資訊 那你在你說你給它使用之後呢 它怎麼去用這些個資 就不是你可以控管得到的 就會覺得蠻可怕 因為你只是按個讚 或是做一些小聲音的個資全部都被盜 你有可能在Google打自己的名字 有可能就有東西啊 就有自己的個資的資料啊 臉書資料落入他人手裡 一不小心就像這次臉書個資風暴 被類似劍橋分析的有心業者做不當使用 除了占卜遊戲 專家還提醒 釣魚網站或網頁會在FB上 變成有趣的活動或文章出現 請你點閱輸入郵件密碼 另外應用APP也要注意 大部分的人會用一樣的email address 跟密碼去申請各家不同的服務 你在一家申請的這個 外洩的資料可能別家都可以用 怕臉書各自外洩 專家交戰預防方法 關掉衛星定位 使用隱私外掛 少貼文 少分享 以減低臉書對你的了解 也要減少授權給第三方軟體使用你的臉書資料 可以去檢查一下你的設定裡面的應用程式 如果有些應用程式你其實根本已經沒有在用 或者說根本不知道那些是做什麼 那就把它移除或刪除 全球最大社群網站出漏洞 讓臉書公司也大失血 20日收盤股價再殺2.6% 市值已蒸發492.6億美元 約1.44兆台幣 創辦人祖克博身價也再度縮水18億美元 兩天合計已損失67億美元 約1955億台幣 而美國參議員也要求祖克博出庭坐鎮 確保隱私安全 否則國會將要干涉臉書 董森 財經新聞 李仲祥 潘雲泉 台北報導